原标题 花莲县长傅昆奇设行逃税9000万 开机者会痛批台当局绿色恐怖 花莲地检署6日宣告已设计逃漏税 为政等罪嫌起诉无党级花莲县长傅昆奇 傅昆奇当天中午周开机者会痛批司法绿色恐怖 台湾司法已经成为政治打压一击的工具 对此蔡英文办公室回应 请当事人勇敢面对司法 对于被起诉一事 傅昆奇表示 权案根本是先射箭在话吧 2日才被侦逊 3日要求传唤关键证人 紧接着4日是中秋节 结果5日就起诉了 这强害了人民权利 也违反司法安定性 傅昆奇更把矛头指向蔡英文当局 批评当局已经成为台湾有史以来 最恐怖的司法戒严 在蔡英文的领导下 民进党贪污 独知轻叛 台湾的司法还有阳光吗 对此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仲彦 则表示 基于对司法的尊重 不会过问也不评论司法 请当事人勇敢面对司法 为自己的权益辩护 事件始末 有关此案主要是针对花莲理想大地购的案 花莲地检署认定县长傅昆奇 为容量公司实际负责人 转手价差2亿元 新台币下同却没有缴税 涉嫌逃漏税的部分因追加起诉 另外傅昆奇征讯时隐秘重要事项 做虚伪陈述 因此追加未证罪 由于容量公司于2010年以10亿5500万 向理想大地购买售风箱66笔农地 100公顷油气用地 并以12亿5600万元转售 理想大地负责人梁清正控告傅昆奇 建府秘书张言新章强势介入 赚取差价 为此花莲地检署于去年9月真节 认为容量涉嫌逃漏税 将该公司报信负责人本人起诉 至于付 言查无证据不起诉 理想大地负责人梁清正上诉 申请在意 花莲高检署发回地检署重启调查 花莲检方6日表示 本案逃漏税金额达9114万元 侦办过程中 傅昆奇明知自己是容量公司实际负责人 却对本案有重要关系的事项加以 以你作虚伪陈述 因此追加傅昆奇 报信负责人 灵性够的人为证罪 责任编辑张迪